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門課是數位電路設計 我是善志君 這門課我們有一些希望大家 預先具備的一些知識 一個是我們希望大家 對Binary Number有一點認識 我不知道大家在高中的時候 有沒有機會學到 比方說二經位數字 01 01之後 一般實經位就變2 可是二經位要變成10 因為它只有0跟1兩個數字 那這個我們希望大家 對這個Binary Number有一點概念 這樣的話對後續學會 可能就是說 這是很基本的一些知識 那另外呢 我們也希望大家 對有一點點寫程式的經驗 這個不是絕對啦 這個是等於說 如果有的話可以也很好 如果沒有的話也沒有那麼必要 這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希望大家 對Binary Number有一點認識 還有一點點寫程式的經驗 這樣的話可能 學起來會比較得心應手一點 好 這是課程 希望大家有先修的知識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的 課本 跟參考書 那課本 我們原先就公告過了 這是Mano的書 那書名叫Digital Design 它是第四版 2007年出的 那這本書呢 它原則上有九張主要的內容 那我們是講授其中的一到七張 那一般來講我們大概講一到七張 那參考書呢 我們這邊列了三本 一本呢也是Mano的 同樣這個作者的 那它叫做Logic and Computer Design Fundamentals 那這本書 它就除了講邏輯設計的東西之外 它後面呢 又講了一些 跟Computer的設計有關的 那我們會參考一些資料 補充一些 那另外呢 有一本是Ross出的 那這本書的名稱是 Fundamentals of Logic Design 那這本書 它的章節非常多 就是說它是 當初設計的時候 是給有點像給自學的 所以它每一張的分量很少 就是它 可能一個主題 它就分一個張 非常適合自學 裡面有很多例子 所以我們也拿來當參考書 如果有一些補充的資料 我們也會告訴大家 是從這本書補充出來的 那另外一本是Case的書 是Contemporary Logic Design 那這本書裡面也是 有蠻多的例子的 所以這三本是參考書 那另外提醒大家 就希望大家養成 看原文書的習慣 練習一下看原文書 因為原文書 終究是原作者它 原來的意思嘛 那一般來講 我們這些 就是理工科方面的這些書籍 基本上英文不會太困難 它不會弄很艱深的 或者是很複雜的語法 它主要是要把問題講清楚而已